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下载万能下载工具 Internet Download Manager 下载完成之后 直接安装 打开扩展 IDM扩展 已经添加完成 现在打开 哔哩哔哩 任意打开一个视频 这里有个提示 如果不登录 只能观看30秒 所以要下载Bilibili视频的前提是 首先登录 可以使用账号或者手机APP 扫描二维码 这里已经显示登录成功 再次播放视频 根据你的网速 视频会采用自动分辨率 这里可以看到目前的分辨率 360P 暂且忽略分辨率 使用过IDM的朋友都知道 在观看视频时 IDM会自动弹出下载按钮 但是在Bilibili的网站上 并没有显示下载按钮 所以下载视频之前 需要让IDM可以探测到 我们正在观看视频 但是要探测到Bilibili的视频 需要有一些特殊设置 打开IDM 点击下载菜单 点击选项 在常规选项卡 找到自定义浏览器中的IDM下载浮动条 点击后面的编辑按钮 点击添加 输入M4S 再次点击添加按钮 输入XS 点击确定按钮 切换到文件类的选项 切换到文件类型选项 在这个位置同样添加刚才的内容 将BilibiliBilibili的网站 添加到这个文本框 点击确定按钮 点击确定按钮 打开Bilibili的视频 刷新页面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出现下载该视频的按钮 接下来是重点 如果要下载1080P的视频 需要先将播放的视频 切换到1080P 其他分辨率 依次类推 下载哪个分辨率 就切换到哪个分辨率 再次刷新页面 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是1080P 点击下载该视频按钮 选择比较大的文件进行下载 视频很快就会下载完成 那怎么确认下载的是1080P的视频呢 接下来下载一个免费的万能播放器 Pod Player 安装播放器 安装播放器 找到刚刚下载的视频文件 将视频文件拖动到播放器 双机暂停播放 在视频播放页面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分辨率是1920×1080 但是请注意 这个视频并没有音频 所以还需要下载音频文件 返回Bilibili播放页面 再次点击下载该视频按钮 选择较小的文件 这个文件格式虽然是MP4 但是这只是一个音频文件 只需要将两个文件合并起来 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1080P的视频 这里推荐一个剪辑工具 VSDC 首先访问VSDC官方的活动页面 拖动滑动 调到页面最底部 这里输入任意的用户名称 输入邮箱地址 输入验证码 点击这个按钮 这里提示已经发送激活码到邮箱 如果邮箱没有收到邮件 可以检查垃圾邮件 登录自己的邮箱 已经收到邮件 这串就是VSDC的激活码 接下来下载安装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复制激活码 点击激活选项卡 点击激活按钮 粘贴刚刚复制的激活码 点击激活按钮 激活成功 重新启动VSDC 新建一个空项目 分辨率选择1920x1080 点击结束按钮 点击结束按钮 点击添加对象按钮 或者直接将视频和音频拖动到VSDC 此时视频和音频就会自动对齐 点击项目 点击项目选项卡 点击导出项目 点击转换成MP4或者其他格式 在这里可以设置 在这里可以设置路径和文件名称 下边可以设置视频及音频编码 所有设置完成之后 点击导出项目 这里可以看到导出进度 转换已经完成 访问这个目录 这个文件就是输出结果 查看分辨率 1920×1080 这个视频是有音频的 只是在剪辑时静音了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留下您的一键三连 感谢您的观看